這個家族怎麼開都跟你說幾遍啊 我都教不懂,好實在喔 這個時候你要發揮虛心求教兼狗腿的精神告訴他 嗯,男家就不會 如果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跟你一樣厲害 那就不會有廚師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達達Samuel 母親節要到了 很多跟媽媽分居的人終於要來一個久違的母子相聚 很多人一定都對媽媽的唠叨感到很厭煩 例如 吵死了我的事不要你管啦 那就不要做啊,等我長大後就搬出去啦 煩不煩啊,每次回家就要聽你碎碎念 就說了不需要你整理我的房間 你看我的東西就找不到了啦 OMG 今天如果我是媽媽 這些字句除了私心裂肺的痛能夠形容之外 我會開始懷疑 我當初怎麼沒有叫你爸直接把你設在牆上 所以為了避免上述的情況發生 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如何正確的讓媽媽們閉嘴 首先是說話方式我們有五個重點 第一步是取綽號 首先你要把你原本使用媽媽這個態度不明確的稱號 改為一個可愛的名詞 例如 媽媽 媽咪 咪咪 或是你媽的姓名碟字 像我媽的就是豬豬 然後每個字詞都要語帶上羊帶點俏皮感 第二步用碟字 為了表明跟媽媽的親近 你要把跟媽媽的對話 當成是跟嬰兒或是寵物 來講 像是 吃飯飯 喝水水 洗澡 睡覺覺 等等的 再進階一點 我們可以加入第三步 怪腔調 加入一些台語或口音 可以顯得我們更貼近母親的那個年代 像是 吃飯飯 喝茶茶 好漂亮 去尿尿 拉嗯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第四點 你要很欠折斷的盡情使用第三人稱 像是 人家 哥哥 或是你的名字碟字 打達 總結上述四點 其實你還缺了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來表達你最友善的態度 也就是 語助詞 你可以使用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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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進入食物應用方面 有三大使用時機 第一個情形 媽媽在碎碎念時 這時候你可以主動出擊 雖然聽完媽媽的唠叨之後 你也是死盡不改 但是使用剛才的說話技巧 可以立即有效的降低媽媽媽的怒火 噢 媽咪怎麼了 嗯 豬豬不生氣 打打乖乖聽話 第二個情形 被嫌棄時 自己家屬怎麼開都跟你說幾遍啊 我都教不懂 好實在喔 這個時候你要發揮虛心求教兼狗腿的精神告訴他 嗯 人家就不會 如果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跟你一樣厲害 那就不會有廚師呢 第三種情形是你在任何的生活情況下 都可以靈活的應用這些技巧 例如 媽咪我要尿尿 豬豬我要洗澡澡咯 如果媽媽去買菜回來 你可以像狗狗一樣興奮的奪門而出迎接他 嗯 是誰回來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理所當然的翻菜欄找東西吃 甚至有次是我還沒起床 還沒尿尿就直接衝到我媽的房間抱著他說 嗯 豬豬好久不見 人家好想你喔 噗 噗 Fuck 聽完以上的方法 你或許會覺得自己長得太隨心所欲 不適合撒嬌 但其實在每個母親的心裡面 你永遠 是那個他心心念念 想要把你親手掐死的小淘氣 社會上的人普遍都有選擇性失明 做人女的都心知肚明 再昂貴的身外華物 都比不上自己年久失修的那份親情 許多人僅以送禮來維護自身名譽 難得一次的登門拜訪 一句句的客套用詞 請謝謝對不起 都對親情的生疏展露無遺 以及無意識的嫌棄及婉拒 都如同一片片的碎冰 讓母親含心不已 其實生活中出其不意的表達愛意 每個人同年對媽媽的貼心小舉動 都可以喚醒母親對孩子付出的一生 是多麼美好多麼值得 而這些舉動 同時也在提醒自己 要飲水思緣 知恩不忘本 最後祝福全天下母親 都能與子女相處的翻雲覆雨 每日都過得比母親節更精彩